哈喽 亲爱的宝贝 我是晚安妈妈 我是晚安宝贝 我是晚安爸爸 你今天怎么不说你是肥肉大仙了 哎呀 这几天 哎呀 对 好多人都 老师都说他 对 他们的老师 语文老师看到他照片都说他最近瘦了 你有瘦了吗 嗯 应该吧 对 其实晚安宝贝 应该瘦不了 你看早晨吃的可好了 是的 然后我跟晚安爸爸呢 两个人就去吃了安徽当地的特色的那个 笋煎肉丝面 哇 我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晚安宝贝呢 是在酒店的自助餐餐厅里面 早餐的时光 哎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好那个哦 就是你如果走开了去拿东西 你不怕别人把你盘子收走吗 不怕 我都特别快乐 我是在半分钟之内 飞速地跑到那个柜台那里 然后抽一个碟子 然后赶紧拿东西 然后回来 所以说就完美地避免了 被人拿走的命运 好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去黄山的旅行 因为今天早晨呢 大家都吃得饱饱的 也起得很早 就是希望能够去黄山 好好地玩一整天 其实我们之前呢 做过攻略啊 准备玩黄山两天来着 说要么就从这边上山 玩一天 从那边上山玩一天 最后后来我们还是 看天气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决定一天 把黄山都玩下来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们决定坐缆车 对 这也是我们全家一起商量的结果 因为我们也担心啊 如果上山不坐缆车 下山不坐缆车 在山上估计也玩不了几个地方 就体力还是有这样 容易透支 对对对对 我们出于这样的考虑 今天还是真的完满地完成了 爬黄山的计划 因为我们把这个黄山的五海 对 哪五海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先到了那个远古寺那边 那边属于东海 然后东海我们从上面走到北海 然后从北海呢 再到了我们今天走的最惊险的一段 叫西海大峡谷 对 这个地方待会儿说 真的太棒了 好 然后我们最后 回到天海 对 然后从天海呢 再到我们这个南海 下山的地方 下山的地方 对对对 南海 是 整个我们在黄山 把五个海区都玩下来 真的很不容易哦 一般人听到都会觉得 天呐 你们好厉害 我们也觉得我们非常厉害 真的不要谦虚啊 今天我们三个人的那个运动的部署啊 都占领了很多人的封面 它这边呢 是玄坑出来的 所以说 林西海 山上的一个景点 叫 魅米收断 看右边 这里是 鼻 上头还长了一棵小树 然后 离向左边 这个山呢 大家看这里 哇 好壮观啊 真的 如果西海大峡谷这里 人也不多 非常多 好啊 现在爬 爬山爬得很累啊 三个字来形容这次的黄山之旅 就是非常虐 因为确实很辛苦啊 尤其是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西海大峡谷 对 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首先呢 在那边吃了自热小火锅 在风景非常美的这个西海大峡谷 吃火锅的时候 哇 拉了好多仇恨啊 好多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都会 有一个小孩 来问了我们三次 因为那个疫情期间 我们还是很注意的 人家家长也未必啃我们给这个小朋友吃 所以我们就商量了一下 说还是不要给小朋友吃 对就不跟他客气了 那小朋友首先过来问说 这是什么 第二次说 这个怎么会发热的 第三次说 这个多少钱 好好玩啊 对 这个一定要带自热小火锅上山 哇 我觉得 拉一波仇恨 对对对 你吃别的东西真的不过瘾啊 而且真的非常的方便 好啦 那我们继续来说的就是 我们这次在黄山上 因为看到很多松树嘛 有松树的地方 必然就会有很多的小松树 是的 对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好多可爱的小松树 晚安宝贝和小松树呢 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是用饼干来交流的 对 他们吃的好香啊 而且他们的动作好可爱哦 是的 对 对 就像小朋友抓着东西吃的样子 对 非常的灵活 对 大家看这个地方 它是 为什么会有曝光呢 因为 两个西沙湖之间 中间像被拼开了一样 非常的神奇吧 大家看 你有发现这个地方 两边都被凿出来了 特意凿出来了的两个洞 我觉得这两个洞 应该是来测试人们的胆量的 来 有人吗 我们这次呢 就是把黄山景区的 现在的就是那种收费的交通工具 都做了一遍哈 就是上山我们做的缆车 然后还有那个 西海大峡谷的网红小火车 然后包括下山的时候 也做了一次来 对 我们为了赶回来 不想下山的时候再跑嘛 不叫跑了 那个跑 真的没力气 加油 你可以的 这次旅行还是挺难忘的 我们明天再说吧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